绕镜途中 我们遇到了一位九岁的妈祖超级小粉丝 热切地要带我们看她的妈祖 这里是正南宫妈祖的家 然后这里是我画的妈祖 这个是画大眼窝去妈祖庙拜拜 你也在里面吗 有啊 我就大眼窝啊 我只是还没画 你爱妈祖的什么 心 还有呢 善良 小苏与妈祖的缘分 是从两年前 住到这所正南儿童家园开始的 这是台湾第一所 有宫庙经营的育幼园 2009年建成至今 总共收容了一百多名 失去父母或是家人 无力照顾的孩子 当时很多人知道 大甲正南宫要盖一间 一欧圆就很多人来帮助我们 像说水泥工啊 卖我们钢筋的啦 卖我们这些 都以半价 很多人吃钱吃力 我非常感谢 这些善心人士 让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老师 里面的这些志工 就将近两百多位 大部分的这些小朋友 都是家庭的环境 受到很多很多的接受 艰难才来到我们正南儿童家 不是说他受到家庭的问题来 我们就很同情他 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给他一个很正常的管理 像我们温柔家 喜乐家 好像每个环间 我们都给他一个客厅 让他好像回到家里的感觉 比较小一点就没办法工作 大一点就要帮帮做家事 我们的各种办法来鼓励他 有啊 你有收到礼物吗 家园组准备的 我记得上一年车子 只是捐给家里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长大 没有什么用了 已经塞满文具柜 我就把它捐给家里 你们家还有谁啊 我们家有八个 跟谁最好 妈祖啊 为什么呢 他有送给你的礼物吗 送我的礼物就是告诉马鱼 我有关 然后带我出去玩 我已经有被两个马鱼 带我出去 一个是去后里骑桨阿车 然后第二次就是元宵节 棒灯会 看高铁 家园里按年龄段 分成许多小家 小苏就住在其中的喜乐家 家里除了照顾小朋友的妈妈 还有社工姐姐 叔叔阿姨 一起常来跟大家玩的正爷爷 要经营一个EOM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小孩子要老大到长大 要让他这样做人的道理 真的还有包括教育的这一块 这一些青少年你没有好好的去做 搞不好这一些已经流浪到这一头 跟着人家去做外事 能在这里我们好好地给他保护 能到他以后到社会 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就是我们的目的 家园里的孩子原则上安置到18岁 吴家岁是第一批 从家园里毕业的孩子 现在他是一名幸福的新娘 现在工作了 那有空的时候就回来家园走一走 然后跟就是工作那里聊天啊 聊就是工作上的事啊 生活上的事 很有开心的啊 你会到那里去吗 会啊 到那里去做新娘 拜拜啊 我们上个月就是决定要结婚了 那 那 我会去跟他讲 你跟他怎么讲 就跟他说 我要结婚了 然后 谢谢他的照顾 你会唱吗 会啊 我两个手已经备了 会唱 我两个手已经备了 谁说我们母妈妈 人家是妈做的婴儿呢 人家说我们是妈做的婴儿啊 我有勇敢 我有勇敢 什么都不惊 人家说我们是妈做的婴儿啊 我有勇敢 什么都不惊 对你的思念 你敢不得贴 我会去跟他说 我会去跟他说 团队 团队 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